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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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面团先打好 然后休息大概三四分钟 四十五分钟 之后就做出我们要的那个形状 OK 然后Butter也是做出 第二天要方便工作的那个尺寸 然后就放弃freezer 通常一发一大早来的时候 大概拿出来 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继续 做延压那个东西了 通常我用的都是 算是椒片 做三层的啦 然后我们就跑 就是跑一次 最重要的是那个Butter的那个软硬度 和那个 那个面团的软硬度要一致 因为假如有那个软硬度 的话你在营压的时候 不会出现太多那种会裂 会裂那种状况 一旦裂了那个整个 会就会影响整个口感 也是会影响那个可虫的造型 然后就成为双子 双子里 在一时等他在休息够了 大概半个小时吧 然后就再继续跑 做一个单折 总共就是 算起来是三四三 就是过了那个单折 就是三层那一个 我们就通常会给他休息 在那个冷冻里面 是 应该是四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一个小时 一个时候我们就是看你要 做几样的尺寸就是 可能你要大一点 或者小一点 有些人他想要做多一点 就做小一点嘛 也许是他会比较容易操作 如果太小的话太薄的话 它很容易就说因为我们的温度 我们有很高嘛 大概是三十六做三十七 然后那个奶油的那个 融点呢最多是七到三十二三十四 它已经开始很快融了 有时你慢点抓住的话 很快就 就会 那个面条会好像蓝蓝的感觉 所以 可以的话尽量厚一点 或者做大面条 我觉得在操作方面 会 会容易很多 大的话 我觉得用十一和十二可以 如果小的话 你可以去十半层十七啊 它会小很多 当然那个 那个薄度也是要更多 薄一点点 要不然你做出来 会很 太圆了 放在烤盘之间 发酵的话 我相信一个小时 四十五分钟到两个小时 应该是足够 应该是足够 呃 两百三的话 通常不是十六分钟 十七分钟 OK 我们做那个解作 就是要给它看见很 很 很3D的感觉嘛 对不对 比如你用太低纹的话 它是慢慢的烤 它会熏熏熏熏到 颜色很一致 变成没有那很 很脆的感觉 所以我喜欢 就是高纹 出来一刷 它会 那个层次很明显 它的口感会比较脆 再加上那个 拔不得比较有一次 所以那个拔不得 我 我 我做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换了很多次 这一次哦 哇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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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